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9月的2.4要略略的上升了 那么在现在呢 看起来呢 虽然年增2.6 不过在专家说还是符合预期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呢 这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今天要以胜利之资重返白宫 他要在椭圆形办公室和现任总统拜登会面 这也是川普近四年前在丑闻阴影下离开后 受刺回到白宫 而他的妻子Melania则因为打书 要宣传自己的出书 那么传出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要缺席了 另外呢 看到川普明年要接掌白宫了 那么消息也表示呢 他的过渡团队将会设立战事委员会 要审核现任的三星和四星将领是否适合留任 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建议换人 由于川普竞选期间曾说 希望美军将领能够像二战时的德国将领班 指孝州纳粹领袖希特勒一人 因此外界也质疑 这一次过渡团队的安排等于是将军队把它政治化了 而这也是在外界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 接着我们也看到呢 明年白宫换人做了 那么随着人们对于川普第二任期 有可能会对于你女性健康权益带来的挑战 外界很担忧 事后病运药 这些紧急的病运药的在线销量 现在积极上升 在远距医疗公司的执行长也说 他们公司在选后短短一天之内 紧急避孕药的销量往上涨了大约是十倍 那么紧急避孕药像是事后避孕药 这是一种可以在发生关系之后 防止怀孕的避孕方法 那么许多医生也报告 收到了来自大量患者的长效避孕措施的请求 包括了子宫内的避孕器和永久的绝育手术 有些患者还特别要求要在川普就职前 完成这相关的手术呢 好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 这是在最高法院 现在驳回了白宫前 幕僚长梅多斯的申请 裁定的是乔治亚州的选举争议案 将会留在当地 不会领移交到联邦法院审理 最高法院昨天颁布决定时 按照惯例并没有解释理由 但是梅多斯的律师则表示 相信当事人最终还是能够争取到豁免权 只是暂时在乔州法院抗辩而已 在乔州的富尔顿县 去年起诉梅多斯等人 指控这些被告干预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 希望能够使得乔州州务卿 推翻点票结果 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和勒索了 下边的话我们再看到 这是美国的航空公司 在现在看到了捷兰航空 在一趟由海地首都太子港 飞往纽约的航班 11号降落甘乃迪国际机场之后 发现机身被子弹击中 那么另外再加上Spirit Airlines 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因此在连日的民航预袭案件发生之后 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宣布 本土航空公司在未来30天之内 禁止飞往海地 甚至途径上空时飞行的高度 也不能够跌于1万英尺 海地是西班球最贫穷的国家 多年来持续受到帮派暴力 和政治动荡的困扰 2021年时 它的总统还遭到暗杀 总统的席位到现在还是悬空的 另外呢 对于在T-Mobile的用户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受到影响 T-Mobile在这个承认 那么就是它的电话信息和互联网的服务 曾经一度中断 导致大批的民众受到影响 不过他说问题随后已经解决了 那么这个事件是在昨天下午 大约2点半 我们这边可能是12点半左右发生的 无法使用服务的用户超过了1万9千人 好 我们最后看到是地方信的 我们先看这是Luisena州 Luisena州的议会法案 那么当地从幼稚园到大学 所有的公立学校 明年元旦开始必须要在课室内 展示实戒海报 或者是表框的文件 在现在Luisena州中部联邦地区法院 昨天颁布了这个裁决 表示争议中的州法带有明显的宗教目的 虽然州府说展示实戒是为了弘扬历史 但是条文却没有提到宪法 权力法案等其他国家重要的文献 因此在这里判定州府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所以在现在联邦法庭 已经叫停了Luisena州的相关的宪法了 好 那么下边的话 在Luisena州之外 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德州了 我们先看一下 在跟我们在Houston相关的 一个是Cypress Fair Banks ISD的董事会 在这个礼拜一压倒性的多数批准的一项政策 就是要求学生要使用和他们出生时的 性别相关的卫生间这个厕所 这也是学校董事会的一个最新的举措 不过呢 董事会的一位这个Trustee的这个成员就说 这个政策也有可能会让备受争议的董事会 面临潜在的诉讼 好 接着我们也看到呢 关于这个学校选择 这个Valto这一个私立学校的学卷 那么在这里呢 看到副州长Dan Patrick 他说呢 这一个学卷立法将会是明年1月开始 立法会议的首要议题 他也呼吁州长Greg Abbott要为这个变成一个紧急项目 那么Dan Patrick担任我们德州参议院的主席 他对立法程序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他已经把参议院第二号法案保留给还没有起草的提案 强调他对于这个措施的重视 而学校选择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学校卷的一个术语 那么学校卷就是要用大家的钱 纳税人的钱 不管你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 你都要缴学区税 然后呢 用你的这一个钱 就算你的孩子上公立学校 那么现在这个钱也要来帮助支付上私立学校学生的这个学费 所以呢 这个议题就引起了外界的争议 去年的会议上 支持者是推动了一项名为教育储蓄账户的类似的贷金券的计划 这个计划会直接的向选择退出就是公共教育系统的家庭 来提供公共资金 让他们来支付 他们要让孩子不上公立学校而上私立学校的费用 那么在副州长Patrick 则呼吁就是州长应该要把这个学卷宣布为紧急项目 立法机关是不可以在开会后的前60天内通过任何法案的 这是法律上面的规定 除非州长认为这些法案是属于紧急项目 现在副州长就是希望能够把法案列为紧急项目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今天的五件新闻 护美剑为朋友们翻译编辑和播报 也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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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